我的搬 上班族 你常頭痛嗎 對 頭痛要小心 不說因為要你命 算你撐得住 等我好 對 老師頭痛嗎 不會頭痛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所以我其實就是 我媽說我是勞碌命 我撞得跟母牛一樣 不會頭痛 因為頭痛其實 對工作的戰鬥力影響很大 一頭痛整個就 什麼時候不要做了 因為有一些數據 就是講頭痛的部分 頭痛 我們兩個都不會頭痛 我們兩個不會 所以我們很奇怪 我們不像人類 十萬的人裡面 有七到八萬的人 有頭痛經驗 這麼高 這麼高比例 所以我們是在少數 可是是沒來由的那種 頭痛嗎 應該就是 然後七到八萬裡面 有九千個人 是非常嚴重難以忍受 然後其中有一千六百個人 是要找家庭醫師看 最後有兩百八十人 會被建議到大醫院接受 要進一步的檢查 這是很嚴重的事 對 所以今天要來好好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對 因為我們兩個都沒有感同身受 我們沒辦法 今天來賓就有辦法 我們就隨便他們痛死 好冷喔 給他分享他們痛死的經驗 很痛很痛 就我們 我們不可能裝得很同情 因為你不會痛啊 那我們就很抽離 當一個仲裁者 對 好不好 抽離一點問題 可是四位來賓好像很懂 很懂 他們很懂 第一位來賓 他深受頭痛之苦的 豪邁仁曦玲秀琴 重要人力不好好處理 小心連工作都丟啦 下一位是演藝圈 頭痛大小事 她都了得美魔女資深記者 許勝美 來喔 其實我都是讓人家頭痛啊 不過頭痛不是小問題 痛起來真的是大問題 對 好 下一位呢是專業藝藥記者 張翠芬 翠芬 如果你的頂頭上肢是女性 小心你的頭會更痛 喔 是嗎 是 是 在這裡 上肢是女性 你不要 上肢 我不會啊 我後來用完了 對 下一位是 了解腦部結構 而了解兩性關係的 頭腦增壓 威尼老師 耶 台灣的男女根本是大不通 可是你千萬不要把止痛藥當成巧克力那樣吃 喔 對 當餅乾可不可以 一樣的意思 是這個問題 對 為什麼呢 他那個常常有人頭痛就是吃止痛藥嗎 對 其實後來發現大家很習慣就拿止痛藥可以解決當下的問題 但是你去不去追根究底的話 止痛藥越吃越多 不但頭痛連你的肝臟腎都會壞 真的耶 對 而且會越吃越重 可是有時候頭一痛都深夜的時候沒辦法 那想要睡著就先吃頭痛 對 所以要找出原因這點蠻重要的 千萬不要用止痛藥就蓋過去了它真正的原因 這樣 對 因為像威尼老師講 我自己雖然從來不頭痛 但是我最愛的妹妹 我妹跟我從小一個房間長大 她有嚴重的migraine 就是偏頭痛 沒有藍油沒有原因 她就是會忽然間聞到汽油的味道啦 或者是怎麼樣她就頭痛 那是找不出原因啊 其實偏頭痛一般來講 耗發在女性 尤其在精神期之後 那都是跟荷爾蒙有關 但是偏頭痛它會讓你很不舒服 尤其有時候姿勢在動的時候 它會隨著你那個血管這樣脈搏 蹦蹦蹦 對 會有一個新的那種感覺 血管要爆掉 對 那種是偏頭痛耗發在女性 但是男生有一個比較特別 男生是一種聚集性頭痛 大概在宿醉之後 那種痛是一種撕裂傷的痛 這又不太一樣 我曾經呢 就是頭痛的那個禮拜 然後剛好要去上一個購物台 然後前一天都已經自播會議什麼什麼 都講好時間喔 好 我頭痛到我已經忘記 那一天要去購物台的時間 我把他早上11點看成 就是把它想成是晚上11點 然後那一整天就是 讓自己都很不舒服到一個極點 就我去購物台的時候我就想說 而且電話也沒聽到什麼都沒有 就是放空還是 就是我一樣在一個空間一樣 那個頭炸開到你摸哪裡都痛 他不知道是哪裡痛 你摸哪裡都痛 對 可能是手指 對 就是你摸哪裡都不對 王侯威就跟我講個笑話 他說那個風災的時候 他說阿嬤 他說我全身的骨折好痛好痛 他說這裡痛 這裡 這裡 然後全身超音波MRI 什麼都照喔 照完之後阿嬤 你是手指骨折 你不要 你為什麼摸我頭痛 真的 阿嬤 阿嬤 骨折好不好 骨折 我就因為這樣子 然後公務台去不了 然後因為已經過了那個時間 你都忘了這件事 對 然後公司緊急打來什麼 我就說不是是晚上嗎 然後因為那時候 就是你知道頭痛的時候就會變成會易怒 就會情緒就會不好 你平常就已經很易怒了 對 還沒有到那邊 然後那一陣子頭痛是 你完全真的會影響工作 尤其是情緒什麼的 然後我從此之後呢 我想就被購物台封殺 你知道嗎 就再也 對 真的頭痛 對 就再也沒有再去購物台了 好像是沒有碰過因頭痛而影響工作 對 其實我自己也會頭痛 可是我堅持頭痛不要吃頭痛藥 是因為我有一個很熟的藝人朋友 陳昭榮 昭榮哥他是之前在拍戲的時候 他有嚴重的偏頭痛 因為那個痛起來就是剛剛講 那個你會感覺到那個血管要爆出來 砰砰砰砰砰 然後你整個人不能思考 就說難聽也很想死 那當下碰到受不了 而且偏頭痛跟頭痛又不一樣 那時候會半邊喔 這邊是整個麻掉耶 我聽他形容 然後他一開始就是吃一顆止痛藥 吃了好一點就被劇本啊 就開始就去拍戲 之後就吃到兩顆兩顆半 到最後我覺得他已經嚴重到 就亂吃藥了 就白天晚上也都睡不著 就會影響他的情緒 後來我們建議他去檢查 才發現其實頭痛都有原因 他的偏頭痛是有沒有 是神經失調 好像有這個毛病 自律神經失調 對對對 這很危險耶 對 其實很危險 所以我後來就知道說原來不要一直依賴止痛藥 其實是不對的 對啊很可怕 像這種 我碰我有個人喔 他就是 因為我剛剛說到 為什麼你的頂頭上司是女性 會容易頭痛 因為他就是那個 他的頂頭上司是一個女性 然後他對什麼事情都要求的 小事啊大小事都什麼 要求的很嚴格 他那一天他就開了一個會 然後跟他上司有衝突 然後他就心情很不好 然後就吼了幾聲 結果他就開始很嚴重的頭痛 吼怎麼吼 就是 我吼想要幹 你是不是 就是 你不想 結果他就開始很劇烈的頭痛 後來他開始噁心嘔吐 昏倒 然後被 對 趕快送到醫院去 才發現說他是那個 動靜脈畸形 他有一個血管畸形 然後阻塞 對 然後突然爆破 因為他情緒激動 所以那個 這算中風嗎 對 類似中風 可是他是因為血管畸形 爆開 然後造成腦出血 所以就昏倒了 那很危險 他會死亡 會啊 還好救得快 所以後來他復健了很長一段時間 可是他因為就是那天情緒很激動 所以就被激怒了 所以才會造成那一顆有點像不定時的站 所以那個女主管知道他站某部分的原因嗎 呃 他知道那天跟他吵架 造成他的那個昏倒的原因這樣子 可是他後來有怪到說 是因為他本身 腦筋的那個血管 他血管 尤其是先天性 就有血管 就是有畸形 有問題 可是因為他之前持續頭痛很長一段時間 一直都用這樣子的止痛藥 他並沒有去檢查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本身 頭痛很久都沒有 吃藥也不會改善的話 你可能要去做一下腦部的那個檢查 斷層 所以 孫美姊妳有害過妳員工這樣嗎 我們辦公室真的發生這樣一件事情 真的非常血淋淋 因為 不是就是 我已經很兇了對不對 他就是那個女性主管 對 那個女王 但是我另外有女王風症候群 這個叫做女王風症候群 我有個同事年紀很輕才30出頭 男生 他健康症候疑慮非常好的 只是他就是有頭痛的問題 有一天他吃完便當 有兩個 底下有兩個記者 他實在是受不了 覺得他們真的很糟糕 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狂罵半個小時 然後那個主管就去洗手間 他真的倒在洗手間 真的倒在洗手間 然後我們一直以為 是重心了吧 我們一直以為他喝醉了 因為沒有病死 他只是就是倒下去 我們還差點要把他送到 送回家 他的口吐白沫 真的 真的 這真的事情可能就會死掉 對我們當下叫了救護車把他送到醫院去 才發現就是你剛剛說的那個問題 他的血管已經破了 然後他住加護病房一個禮拜 後來慢慢復健之後呢 廟就廟再去 他看到那兩個同事就會 同事就會暴怒 所以那兩個同事再次趕去了 就離職了 不是 他有一天他們就商量說 要不要去看他 因為大家都去看過 那兩個同事沒有去看 然後有一天 終於偷偷摸摸 趁大家都沒有去的時候 他們就去了 結果他一出現在病房門口 那同事又暴怒 因為他們拿了一盒蛋 血壓又升高 拿了一盒蛋捲 那我們的同事 這輩子就恨吃蛋捲 真的 他不是故意的啦 有時候你看到 某些人就是會暴怒嘛 就那麼不巧 他又抱了血管 他還在嗎 他還在嗎 不過 我這真的是說是血淋淋的例子 就說如果是頭痛 會很危險 很危險 我有個朋友是醫生 他跟我講說就是 中風前 會快要中風前的人 血壓很高 他會 後腦袖這裡 對 很痛 就在腦袖這裡 對 後頸 所以如果你是這種 不是常態性的 忽然間頭痛的話 要特別的小心 對 對 現在那種後腦袖 很痛的話大家都是因為長期壓力造成 可是大家會不容易區變 所以其實如果是偶爾才發生的 這樣子 那可以休息之後 比如說熱膚等等緩解 按摩也沒有 按摩其實OK 平常就要做按摩 但你真的在痛的時候 按摩的話你就要注意 因為你這樣的話 有時候會干擾到醫生的診斷 這樣 像剛剛呢 翠芬對 還有聖美講 很多這種不知道原因 不突然來的 對 大概都是在先天的時候 我們在這血管下面 有個蜘蛛膜 在蜘蛛膜 對啊 他是我的情夫啊 這樣子 在蜘蛛膜的地方 他會有一些畸形 可是平常那種是先天性 你看不出來 沒有病 然後在那種情緒的那種張力之下的話 很容易就會引起這種血管 突然的擴張 然後碰到神經 他就會痛 所以其實碰的話 不是因為血管本身痛 而是因為血管擴張收縮 你就想一下一下膨脹一下收縮 它會去 互碰到那個周圍的神經 因為我們腦的神經 所以就隨著你的脈搏的那個脈動 你就會有那種感覺 對 會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我們真的很危急生命那種頭痛 它是在之前幾天可能開始就會有一些症狀要出來 不過剛剛一開始幾位就有說 女性比男性容易頭痛是為什麼呢 女性的頭痛常常是因為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其實相對來講是比較複雜 女生心情比較重 亂講 對 男生的頭痛 男生頭痛大概比較是跟 情緒的因素有關 對 情緒的因素會造成 他頭痛有心理性因素頭痛 是小心眼嗎 身理性 比較認對小心眼 我們也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女性有驚奇對不對 很多女性都會在驚奇 會有嚴重的驚奇症候群 那我之前就碰到有一個律師 女律師他平常業績非常的好 很多人要找他 可是在他每次驚奇要來之前 他就看什麼人都不順眼 就對看了客戶都大吼大叫 然後又罵的 結果就得罪好多人喔 後來逼得不得已 他的那個公司就叫他說 你在那個快來之前 你最好還是 休假 不要見客這樣子 免得就是得罪了一堆人 因為他會嚴重的頭痛 然後情緒不好 看任何人都不順眼 什麼 這種方法也可以解頭痛 一點點風吹到他就會頭痛 他剛開始是拿司機 我 古代的婦女啊 萬一緊急狀況血崩 比方生產的時候 他們怎麼做你知道嗎 把那個頭髮的髮技一鬆開 冷水一沖 一沖那個頭髮頭部 馬上止血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不可以輸的嗎 這樣不是不好嗎 所以現在就要講這種迷思 因為他哇冷水沖頭髮 是不是會頭痛呢 我們來看看幾個 就是說我們女性容易頭痛的迷思 第一個是 洗髮不吹乾 有些長頭髮嘛 對 對啊 長頭髮的話這就比較麻煩了 對啊 秀琴你都自然風乾了 因為我們現在下風比較大一點 還要坐在海邊 對 就在吹海風 這樣搖兩下就乾了 以前是仗著自己年輕 然後就 就是為了想說要多看一下八點檔啊 什麼要講電話 然後就不想要去吹頭髮 然後一直到 就是結婚生小孩的時候 那個症狀慢慢就 那個偏頭痛 你只要那個來的時候 你真的偏頭痛都非常嚴重 然後對小孩也沒那 你覺得跟之前有關嗎 就是不吹頭髮 有後來我媽媽就跟我講說 你真的就是要 就洗完頭要吹頭髮 那時候 我生完小孩 我媽就拿借兩把那個吹風機 就在醫院裡面就先幫我吹乾 抱怨也是這樣 我聽過一個很扯的故事就是 這個女生她從小洗完頭髮就不吹 所以她從小就開始頭痛 那一點點風吹到她就會頭痛 她剛開始是拿絲巾圍巾包住頭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後來發現沒有用 她居然 她居然 居然喔 戴安全帽睡覺 蛤 這是真的故事 後來男朋友因為這樣受不了 這太快 聽不到也抱不到 這樣 很猶豫 她就嚇跑啦 是有家暴的習慣嗎 沒有 她直接說褲子 而且她還是帶褲子 天啊 我有求證過 是半照還是褲子 那我朋友告訴我說 是褲子 那她有蓋那個嗎 有蓋起來 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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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動物 小動物 太離婚了啦 不知道你什麼迷思 那像我 我從小就洗完頭 我就 我不用吹風機 我就自然給她這樣 性感 性感 因為水會滴下來 在前面 在前面 我從小就這樣 然後我媽就 屍臟 然後水整個灑到屍臟身上 可是你不會嗎 可是你不會嗎 我覺得你們兩個都不大像人類耶 對啊 因為你們兩個都沒有頭痛的問題 怎麼可能會一點頭都沒有嗎 外星人喔 對 那種頭痛的話 其實它不單純是頭 它就像是一個頭一樣 我把它戴上 就像是剛愛寶長講 它戴上一個安全帽 它整個頭都痛 它不像偏頭那種 只會有一部分 而且那種頭痛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 這就不居男女喔 大概百分之九十人頭痛 大概都屬於那種 他會痛到這地方 然後你就覺得好像頸尖部 會痠頭僵那樣子 對 大概都是在一天之後 工作的壓力之後 會比較常引起來的這樣 所以常常會需要做一些按摩的動作 對 好我們看第二個 我們認為會造成頭痛的狀況是精神壓力 對 對 對 我有一段時間 因為我帶狗仔 所以我半年時間沒有休過假 對啊 然後我說過嘛 我每天清晨兩點的時候 要去便利商店看報紙 看完我才回家 然後五點要再上網看一次 就是其他的報紙 他們的新聞 敵國敵海人 然後就會每天就很緊張 然後那一段時間我發現 我五點看完了這個網路上的新聞之後 我才要去睡 我覺的時候六點 清晨六點 然後我躺下去的時候 我就很嚴重的覺得我整個頭這邊就開始痛 非常的痛 非常 然後很妙的是 因為我堅持不吃止痛藥 因為我胃會受不了 我吃了止痛藥我會吐 然後我就會讓它痛 然後痛到之後我一直以為我卡倒陰 因為我 因為這種精神 卡倒陰 為什麼 因為這種精神壓力大的痛 是躺下去 是整個頭到這邊 是躺下去 要不要講到這裡 你就會想要看我 真的啦 是他破壞氣 對 他剛才嚇過你 他今天是破壞用過 對 而且通常都是 那種天要亮不亮的時間 然後又那個時間才會痛 你都會覺得說是不是卡倒陰 然後耳朵 右邊耳朵真的都有聲音 可是其實你冷靜去想 那就是精神壓力大 對 會痛到這個有刺痛聲音 就是因為整個頭痛很嚴重的時候 也是整個精神很衰弱 然後對 就是整個自律神經是失調的 所以很多人會一直吃藥 而且越吃越重 就是像你可能一顆吃的沒有 一顆半兩顆 對 然後一直都 因為你會覺得說 怎麼都止不下來 就會越來越重 然後我就碰過有一個 就是有些人他們會喝那個糖漿 因為糖漿也有那個止痛的 對 對啊 真的 而且有些人還 那個糖漿也有甜甜的 糖漿是甜甜的 很好喝 然後他還會成癮 那有一個女的 他就是因為壓力很大 就一直喝 喝到一天要喝十幾瓶 他是整個在家裡 很容易 對啊 就是一張自家 對 那有那個勒 對 後來他只要不喝 他就開始全身發動 對 因為他已經有那種上癮的症狀 是上癮的 對 後來要送去醫院洗腎 蛤 對 對 威力有需要補充嗎 其實一般來講 像剛剛社門和翠芬都有講到說 那自律神經 因為頭痛這地方 我們的自律神經是從頭皮到腳底 你如果精神壓力很大 自律神經會變得很不平衡 就像是開車一樣 那個他一直在吹油一直在吹油 你不但頭痛 你可能還到胸痛 心臟痛 甚至腸胃呢 會有腸躁症神 他是全身性的不舒服 就像是放電一直在觸電 這樣子 這種最常見都是因為工作壓力過大 而且很常見 是從頭皮開始 這樣子 對 甚至有時候你會覺得胸悶啊 呼吸不怪 手麻腳麻 好像很不真實這種感覺 對 這種都是自律神經失調 那頭痛是最常見的 不過這算是心理性因素的頭痛 這是因為壓力造成自律神經不穩定 我們看下一個好不好 下一個是 對 對 對 真的會要命耶 我之前就是因為我要出一個外景 然後前一天晚上的那個通告太晚 所以我就沒有睡覺了 因為比如說 如果像現在十點收 那 早上五點的外景的話 我就大概三四點要準備 就那一次啊 我的習慣是 我剛說我不吃紫燈藥 我 絮咖啡 我 狂喝咖啡 就那一次我 很香味耶 可是我喝咖啡之外 那一次我先生竟然幫我買那個擦牛 有沒有 我發現這樣喝下去真的會心急梗塞 會 上班族你們不要這樣喝 真的喝下去 我沒有喝過 所以當場會覺得 心跳很快 對 可是會這樣 講話說會喘耶 我覺得這樣 看到紅的會不會想要衝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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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讓我們很頭痛耶 很難 很難 你看我們現在頭很痛耶 對啊 快點拿擦牛來 劈腿 但是我是覺得說只要你一直喝一直喝 我那次喝了兩瓶這個擦牛 然後三瓶咖啡 哇 因為我不喝我站不起來 我不喝我站不起來 可是說實在我頭痛 但是你知道那個整個結束 整個人就解體耶 我覺得不好 真的不好 對真的 哇你那喝的心計 很危險 心計啊 講話都會喘啊 因為他這樣子喝有點像是那個 像止痛藥 然後你再加咖啡 有點像是加強版的 止痛藥 然後很危險 然後如果你在加上 有些人又會喝酒 像那個什麼牛的那種 它有一些酒精成分的話 它會造成中蘇神經的 膳食 其實之前喔 大家有沒有發現過 有一些社會新聞 就是像大家都覺得說 上班很累了 然後下了班 就要繼續去網咖 休閒一下 打打打 熬夜去打一下 那是休閒嗎 很正當的休閒 不是嗎 可是如果你熬個幾天下來 之前就有人 有幾個人 就是因為這樣子熬夜 然後他們因為 上班已經夠累了 然後加上又熬了一整個晚上 他都沒有睡 然後又加喝了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他就會頭痛 然後這些人頭痛的時候 他也不會講啊 他就趴在那個桌子上 就這樣子小妹一下 結果他就 回醒來了 就被發現的時候 他已經整個全身疆壁 哭了 哭了嗎 哭了 對啊 就幾天幾天 心裡 對啊 那叫經濟艙症候群 就是因為你一直常常不動 這樣子 然後那學藝根本都沒辦法回流 這樣子 經濟艙症候群 就是猝死了 猝死 這最常見心血管 猝死了 有頭等艙症候群嗎 唉唷 就知道 為什麼 在頭等艙 你還要不行啊 頭等艙就絕對不會頭等艙 我幫老師問的 真的假的 這是富貴病 我一個 單脂肪 我經濟艙 你頭等艙 我就是貨櫃的 貨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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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秀行也有熬夜的 我真的也是算長期 然後就是不到天亮不睡覺 那有時候發的通告 可能又是九點十點 或八九點 然後我大概只睡 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 像我上個禮拜 我工作到晚上十一點 然後就是處於還在亢奮 然後朋友又生日 然後又去唱歌啊 喝酒啊這樣 然後又熬到快要五點多 然後我要坐六點多的飛機 因為我女兒那個運動會 你知道在那個機場的時候 你去不會鬧事吧 不是 大罰罪啦 真的嗎 真的嗎 把媽媽去麻煩啦 真的嗎 老師 跟他們女兒 老師你有沒有鑰匙 我什麼鑰匙 我要把我媽媽鎖在教室裡 然後在裡面 夾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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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生那個錢 媽媽 不是 那時候就想說 吞一點保健食品 然後讓自己有一些體力 因為當下 你也吃不了早餐 吃不了那些營養的東西 然後想說 吞個幾顆 讓自己比較有一點體力 可是一吞 然後你喝到什麼 比如說喝茶 喝水什麼 你就開始吃精心劑 對 然後那個運動會又在那個 太陽下 你知道我根本快死掉了 然後我就覺得我 我血脈快要 我的那個血液很像 然後就覺得我心跳怎麼一直在我的 就是耳 耳 耳朵裡面一直這樣 一直 一直 然後而且呢 幼稚園的那個 運動會 都是用在跑來跑去的 對 跑個兩趟你知道嗎 又要背小孩 然後要陪小孩 要幹嘛 好辛苦喔 很像掛在那個現場了 就覺得 哇這熬夜真的很吃不消耶 我問一下我們醫藥記者跟Wendy老師 熬夜的定義是因為睡眠不夠嘛 比方說他四五點睡 七點要八點要起來上班 可是如果說他熬夜 像Kiddy是日月顛倒 他睡還是很飽 那個叫熬夜嗎 那個不算 其實我們一般我們睡眠 我們第一個要看時間夠不夠 那有一些人他就是夜貓子 有一些人是瘋鳥 他可能很早就起來嘛 有一些就是夜貓子這樣子 對 那如果你睡眠時間夠 但是你日夜顛倒 如果你長期都這樣 OK 那就是你生活上的選擇 所以睡眠時間夠 然後睡眠品質好 那是OK的 那有時候我們常會講說是因為睡眠不夠 但是如果睡過多 可能也會頭痛或頭暈這些也有可能 睡太多也會 對 越睡越累 越睡太多的時候 越睡的話你知道 你在睡眠的時候 你整個新陳代謝會變慢嘛 你二氧化碳的濃度比較高 所以你睡很久的時候 你大腦裡面其實二氧化碳是比較多的 所以你常會覺得 睡起來反而腦袋瓜更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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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來看第四個狀況是什麼呢 酒釘電腦演 皮卡丘 這很可愛 小朋友都講德φο 集中 都在經過卡丘電影出來的時候 他們最早從日本發現 因為皮卡丘 她那個時候她們會放電嗎 這樣子 哇 那光現在很刺激這樣子 所以我們叫做光刺激 對 因為她那個視覺太索鱈 所以感覺裡连接收訊息 視覺是最主宰的 所以她的訊息一下子很強烈進來 會造成她神經 尤其小孩子 曾经细胞膜还不成熟的时候 它就会很容易放电 但是如果在大人的话 你长期盯电脑 你不要认为电脑是静止不动 其实电脑它是有高频率的跳动 这样我们的视觉一直在接受 它会让视觉很疲劳 那视觉又是跟我们的平衡是有关的 所以它常常就看久了以后 你会觉得哇 头会晕 看3D电影要注意 小心青光眼上升 它看完阿凡达之后 就眼睛眼压飙高 对 急性的青光眼 对啊 真的 急性的青光眼会头痛 然后他要赶快去就医治疗 然后赶快把眼睛降下来 不然他没有赶快处理的话会吓掉 但我跟我先生都不会头痛 我儿子也应该不会头痛 可是每年暑假 他就一天到来说头痛 为什么 暑假这样的眼睛太厉害了 你叫我送军校他就好了 你为什么不想 吓我儿子了 我以为是军校就知道厉害了 头痛 你先顾望再起会不会 火气又回来 你等下什么叫头痛 我还看不到我 我视力好好 我儿子为什么只要会头痛 因为玩电脑 对啊 时间太长 一开始玩还好可怜 那宝贝还好可怜 为什么呢 打磨刷 后来我发现每年暑假都头痛 是因为玩电脑 对 都线上游戏 有没有 你下次记得就好几个小时 这个就是眼睛 我们的眼睛 确实是因为 很立体的 可是他对眼睛的这种结状 肩什么是很刺激 很刺激 我看的都不舒服 对 然后看完就 像之前就有一个女生 他看完之后 因为他拼那个看那个韩剧 看了很久 然后结果看完之后 他就整个开始 眼睛会有那个闪光霧霧的 然后还偷透 剧透 然后他就觉得很难过 而且没有看韩剧 对 对 看老师看了很久 然后他去看 那3D电影也会吗 会 会更严重 不晕吗 你不觉得 会晕吗 我想 未来3D电影会变成 裸式3D 对啊 现在你不用 你戴眼镜嘛 现在你下次 现在他要研发技术 裸式你就可以看3D Oh my god 未来科技 很香 大家会相应 眼睛的部位是很重要的 你们要看那个 像去看那个 纳门人那种 对 阿凡达 阿凡达 对啊 小朋友看 抓抓 对啊 后面真的人受不了 手放下 我每一幕都抓了 我真的受不了 手放下 你手 你抓狂啊 真的 可是这个 一步都新奇 没有 我就下次就有一个人 他看完阿凡达之后 就眼睛 眼压飙高 变成极限的清光眼 没有哦 对啊 你现在听到眼会头痛 然后他要赶快去就医治疗 然后赶快把眼压降下来 不然他没有赶快处理的话 会瞎掉 对 好 我们可以下一个状况是 刺激性的饮食 这都会吗 什么意思 这都会啊 麻辣 这是吃什么 小冰 就是我爱吃冰啊 然后我要 所以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可是我要先有一个很不好示范 就是我刚刚有像两位专家说 我就是随身要带这两个东西 就是我先带 随身 随身吗 你待会看到你吃了 然后那一次就是 因为我之前不是有时候 我在当采购助理吗 然后那一次的经验就是 我要去内地跟设计师洽谈 那个设计的东西 然后因为有转机 然后又要到深圳 然后就坐那个车子 然后到厂房那边又很热 那时候是七月份 正热的时候 然后就一直看一路看下来 因为我反而就有家族性的偏头痛 可是然后又一直冷气这样进出 我就是那一整天就觉得头很脏 然后后来就是出来的时候 好不容易看完 然后就要看到路边有卖冰 我就想说因为我真的很爱吃冰 不管什么四季的时候 就赶了两碗 然后赶快去跟设计师开会 然后刚好那个设计师又非常的难沟通 然后那时候吃完冰 然后这个鲜蛋又放在行李箱 完全不在身上 我就觉得我手一直在底下握拳 然后又很难沟通 之后就直接打 我说你设计的东西就是很丑啊 不然我要怎么定 然后后来设计师就直接封上 我说下次叫你们公司 那个不要来跟我们看货 就这样没办法 而且是常常 整个情绪受到影响 就是整个暴怒 吃冰的原因是 会吃太快冲到脑那种 冲脑那种 可是我一次都是吃double 刹冰也是一个吃大碗 那是太深了 只有个输口都要吃 你有没有吃过冰吃很大一口 然后又再吃 那感觉会很少 今天会停车 他会停车 他会整个就是不行这样 你看今天台大台冰店 开什么玩笑 现在都还常去 对啊 还有喝冰水啊 对啊 老板看到很会 冰冰完的 不会便宜 但是会给我特别多 多那个红豆啊 因为老师以前 有在那边有恋情 有吗 有吗 有的吗 哪有 你不是在那边跟人家共识一碗饼 你不要再乱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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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老公都休掉了 好浪漫哦 看这个老公吃冰不行了 不是 我这台台北院西餐 哦 哦 好 对啊 死空病之感 不是啊 不是 对啊 老老师的初恋讲出来 好 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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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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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播今天还是 不 老师在头痛 头痛 我头痛 老师在头痛 我不是说吃冰 只不过 全部毁了 婚姻 没有 吃冰 吃冰 对 吃冰吃太大头 对 对 对 这个是有影响 就是家里的婆婆妈妈都会教女孩子 来进行的休息 不可以吃冰 是真的什么 男生没差啊 男生没差啊 男生没差 男生没有心情啊 男生吃冰不是会杀鸡吗 因为它主要是温度的差异 挺好听过 跟你讲 很多人流行说去吃麻辣锅 然后他已经准备一个冰淇淋 对 对 超好吃 对 可是你想想看 那个麻辣锅它是几度的 它已经很高温 然后一高温的时候 你的血压就往上飙了 是因为反差 对 反差 然后你很多人就觉得说 哎呀 很辣的羞 我赶快来舔一口冰 真的 然后马上就 对 对 对啊 开了 一大口 对 会怎样 解呢 因为你想想看 那个冰在你的口腔 其实是离头脑的血管 是最近的 它马上让你的血管收缩 紧缩 所以那个头痛就马上这样子 反正说的东西 是我中庸之道 就不会有事啊 对 因为它落差太大 可是麻辣锅已经很烫了 又在喝温水吗 不对吗 对 太痛苦了吧 对 对 对 好正想吐 对啊 绝对都是冰啊 其实吃冰的话 当然就是因为主要就是 就像刚刚崔芬讲 它血管一下子收缩 一下子扩张造成这样 所以你真的如果很爱吃冰 就是你放在嘴巴里面 不要太大 不要急速的吃啦 慢慢吃 慢慢吃其实是OK 除了冰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味精加太多的东西 也会 哦 味精 就有味精正厚群这样 之后 其实以前老外呢 如果来台湾 就很容易吃了我们台湾一些小吃 很容易就头就会痛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小吃里面 太多的味道 还有刺激性 像我妹妹有 严重的偏头痛 她吃到洋葱 这种东西 她也会 刺激的 刺激性的味道 因为里面有一些亚硝酸钠的东西 就是洋葱里面一些成分 就是跟我们那个腌制食品的成分有点类似 只不过洋葱是比较自然性 腌制成分 它是额外在出来的 在产生出来的 这种的话 对大脑里面 我们的血管的收缩扩张 它都有一定的影响 下到一个新山的往事 因为我们念高中的时候 我妹跟我一样也是念 北一女小五一岁而已 然后我们那时候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很穷啊 我们家的菜呢 就是洋葱炒蛋 或者是炒洋葱荷包蛋 反正就是洋葱跟蛋一直 或者是洋葱跟蛋跟饭 变成炒饭 就是每一餐都有洋葱 这农委会应该找你代言 是啊 赶快来找我 洋葱在人里不是很不错吗 但重点是 因为我壮的跟牛一样 我怎么吃都没事 那我妹妹那时候高二 她又念自然煮 念书工的压力很大 天天头痛 长大以后 我们现在那么老了嘛 长大以后自己年纪大 就只要懂得说洋葱 刚刚问问你老师 洋葱刺激性 她会偏头痛 她就天天头痛 她现在是听到洋葱两个字 onion她就头痛 她也是 生理性变心理性了 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状况是 长抽烟喝酒 这男生比较 cola绝对啊 cola 不客气 你那咽啥是 没有我是因为业务的关系 你一天几包咽吗 十包 oh my god 两包 是不是咽啥了啊 没有我一天大概 三包 大概不到两包啊 但是大部分都是请人家抽 都是请人家抽 没有我们业务要打烟给人家 其实我自己抽不到办法 你不要借口 怕狗实在 对 对对对 我基本上 老理的 对 我一定是这样子 公关啦 交朋友 对 可是我是说前一个晚上 有时候跟客户应酬 然后应酬完的时候 就撑不过去了 就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热潮一白 有时候会整个撤掉 然后再来一次 然后热潮一白 因为小盘嘛 然后喝酒喝一喝 桌上又乱 然后撤掉再来一次 我曾经吃过六次 六磨 对 对 那酒前 那 那个还好 那都吃出啦 但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后来我们已经撑不下去了 然后我想到第二天要上班 后来就不太敢喝 然后就开始吃槟榔 就人家就买槟榔来吃 吃槟榔 结果那第二天 就凌晨根本就直接去上班 对对对 不知道为什么 吃完以后不是偏头痛 是那个 冰冰小小小 就是那个 对 冰冰小小 那叫 对 那这样 登登登登登 那我因为这件事 我因为类似的这种事情 就是发生过很多次 然后我有一次就掉了案子 掉了业绩 就刚好第二天要去跟客人报价 然后跟客人约好了 就没有睡了直接去 去的时候客人要跟我们杀架 然后我们拿计算机那边 怎么按 按不出来 因为真的很难过 你知道 然后客人就生气了 就那样订单就cancel 对啊 是没有吃过槟榔吗 没有欸 好吃吗 没有吃过槟榔哦 不是因为槟榔它会提神 没有吃过啊 一定啊 对啊 肉肉是当口香糖在吃的 对啊 那你牙起来那么漂亮 没有啦 没有吃啦 现在小时候会帮阿嬷薄 那你有吃过吗 有啊 一定的 阿嬷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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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头昏 就是以前 高中的时候就夜游嘛 很冷很冷 然后你没带手到什么 然后就有人提议说 诶 你都吃冰冰 吃个冰冰 身体会热 全身发热 哎真的 怎么买怎么买 大家还不知道怎么买 好像有一个正常的 就是老板正常的那种 什么的正常 第一次吃 那要怎么买 你什么老板的那种 是 吃下去 哇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吃 因为他第一口要吐掉 对 然后第一我们也不知道 没人讲 就把他蹲下去 快下去 他还吃了 我们以为 整个车队都是歪的 摇摇的 对啊 那个很不好 那感觉很难受 市长会头痛吗 就很痛 很晕 很晕 然后会想吐的感觉 会有点要心悸这样 第一次我会太吓坏了 科学证明运动员不容易头痛哦 是运动员比较少头痛 啊 运动员因为少用脑袋 你真的在抗风 真的 真的 这是关键 你看美国超过两公尺蛮多 台湾两公尺是宝 对 以前就是在外面热身 也是两公尺 谁要抗是谁 大家在那边 爆冲 他在那边叫啊 因为我们打下一场要进去嘛 对 我整个亢奋到 对 我们一定会爆冲 叫啊 他冲啊 冲出去然后玻璃擦太干净 他直接撞破玻璃 老被血破这种 不对吗 不对吗 太疯了 那两公尺第一次是要找玻璃 其实刚刚上学老师有提到运动员 为什么比较少头痛 那是有科学根菌 有 大脑里面会分泌一种叫脑内马飞 你要这样 马飞嘛 它本来就有点止痛效果 那是我们天然一种快乐的心情 所以你看运动员常常很凶笑那种感觉 什么凶笑 他是最标准的 就是标凶人物 我们要最上线就起了 标凶人物 你要在正规学校团 你要就是要激发那么紧 对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头痛 我们花脑已经花在这上面 对他大脑里面 其实运动员他真的快乐指数 是比一般人更高的 快乐快乐 去分泌你的脑内马 可以让我们天然是一种快乐的兴奋剂 对啊 好我们看最后一种效果是什么 是什么 什么 我们被吸吻 噪音 这被吸吻 噪音 对 他已经受温的 太高还包括 在室内 空气流通 会好温着 对不对 那更容易的 有人说在办公室会长一些 养一些植物有用吗 我要介绍一下 真的有 有啊 有些植物 你要摆对 有些植物它是对你有帮助 它可以增加那个 里面的氧气 可以帮你吸收 气肺也会不一样 对 肺气也可以帮你吸掉 可是有一些植物 他一讲这一听 就知道养肚的圣诞红了 没错的 气氛整个就换热了 没有 海红莓果 没有 跟大家介绍 如果是在大门的 大门的入口处 可以买那个 放马拉巴黎 因为它是一种发财素 可以那个有洗气 然后它这种 像发财素 发财素 这个是好好有洗气 而且它摆在办公室 可以增加那个氧气量 它可以吸收一些废气 尤其是刚刚装潢好的 那种空 那个里面有一些 奇怪怪的味道 夹犬 夹犬的味道 然后如果是在柜台 就可以摆这种 叫做大眼虫 这个也是很漂亮 对不对 然后就是 大眼虫 养得活吗 可以可以 这个都是还蛮好养的 买得到吗 可以 夏日花式都有 然后在办公桌 在我们隔壁 办公桌 你可以摆一些这种罗汉松 它就增加那个 罗汉松 对 可以增加那个美观 然后这种都是可以增加 办公室的 放在哪里 桌上 对 然后在会议室 在会议室可以摆这种 台湾的山植 因为有一个状况 也会头痛是环境太潮 比方说现在大家都是在 钢筋水衣的房子 从连里 在波莱欢局的生涯里 是算是梦想 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对的 所以重点是什么呢 你现在楼上楼下落 正在装潢 哦 楼上八点 大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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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隔壁在盖大楼 好会晒 然后又有钉子户 不拍 有 就是 弄没完没了 好有画面 对啊 这个会头痛 没什么 是不是这样 这样子 好啦 我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那好睡好动和好笑 好吃的话就是要吃健康的饮食 那好睡的话就是记得睡眠时间很重要 品质也很重要 就算日夜跌倒没关系 但是睡眠的时间 记得把握六到八的黄金原则 虽然好动 但像黑眼一样多多运动 这样虽然不会让你更聪明 但是记得可以维持你的老黄 这样 不是 动 最后 我们下次再智力PK 我们下次再智力PK 题目我出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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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 你智力 PK几队 你看看我赢了 我赢了 我赢了 脑神经几队 什么 脑神经几队 差不多五百多队 那个 脑筋要臭烂才十二队 好啊 魏都要在哪里啊 12等于什么 12等于什么 是 好这个一种好笑其实很重要 好笑就是每天都要大笑公乎雅 不论是看别人的笑话 或者看自己的笑 说自己笑话都很好 再另外一个事发 就是说唱作鞋 我们如果有事情说出来跟大家分享 唱就唱唱歌啊 等等 跟卡拉OK 大家好朋友唱歌 再来做运动或是写下心情故事 这在国舰局里面怎么样训练我们台湾 真的是放下压力来慢活 减少头痛的一个最自然不需要药的方法 我觉得身体要靠自己照顾 尽量做行为你 如果命不好天生会头痛的话 那就 那就头痛是心情头痛 有老师有方法教我们 因为你头痛看似没什么万一 有要人大壮 刚刚讲了几个案子就是 你可能旁边有人 那种是中风现象的东西 有了 还是要小心的 外面人话当然这样的案子 非常有意思 就是一个冰冷的一体 所以很重要 今天谢谢四位了 谢谢 谢谢